大家早啊 今天不知道是CB的第幾天 因為公司有那個Stackered Hours 所以就得來上班咯 剛剛才到陳達的Grab Car 那現在我前往公司的建築 可見的真的不太多人 我最後一次來公司是 應該是一個月前吧 我也不知道裡面的那一個 測量溫度的還有那個打卡的是 有什麼改變 我已經順利的進公司咯 過程十分簡單 就是Tick Temperature 還有Scanny的IC 就OK了 公司其實也沒有很多人上班 因為Stackered Hours的關係 啊 我們午餐再說 好 現在是午餐時間 我來到公司樓下的商場 去買午餐 我最愛吃的也一樣沒開 感覺可以在裡面打地鋪 剛剛經過的左手邊有好幾個人 站在那個Food Republic的入口 拿起手機要做QR Code Scanning 因為他們必須要先 scanner才能進去打包食物 應該是政府規定的吧 因為是要做那個Contact Tracing 就很明顯可以看到很多餐館都沒開 選擇沒有開門吧 因為我們這裡是Office Towers 很多人都是Work from Home 所以基本都沒有太多人來上班 所以餐館都沒開吧 OK 我已經到了 我要買午餐 Joliby她就先放了一樣東西 就是如果裡面太多人你就不能進去 好 到我了 這是我的午餐 還有同事的 預備 我就只是 Order了兩塊雞肉 還有Mashed Potato 吃午飯咯 還有東西看 可以吃了什麼 還有嗎 可以吃了什麼 東西看 Cut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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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终于下班了 好累啊 那我让大家看看现在香肠里面是什么状况 今天真的没有什么车 平常这里是很繁忙的 呵呵好尴尬 司机怎么没开客厅 我终于都回到家了 那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摘掉口罩然后洗手 之后换套衣服就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那今天的video就到此结束咯 下次见